台北市前柜林森店大火之后 爆出了北市府建管处负责电梯抽检的业务员 向厂商所汇 甚至一度还传出 就连总统府的电梯维修数据都造假 让台北市长柯文哲超级愤怒 今天出席商城论坛时会后受访再度重申 未来市府内只要出现了系统性的贪毒案 一律连坐三级 主官全部拔掉 却被蓝绿律议员围剿说 要柯文哲自己先把自己拔掉 请辞负责 至于传出被拔官的建管处处长张明森 今天他也出席了活动 不过也是事件争议之后 他的首都现身 他表示他接受市长的任何处置 任何处分都接受 从今天开始 只要出现这种系统性的贪毒事件 以后一律连坐三级 主官全部拔掉 罕见大动干货 台北市长柯文哲怒拔主官 全一位建管处业务员被查出所会 包庇电梯业者 北建政办嫌疑人后 柯P接着摘掉建管处长的乌纱帽 我本身督导不周 那我接受市长最后的处置 和市长一同出席双城论坛 建管处长张明森在柯文哲怒火后 首度现身 面对连坐下台处分 依旧平静 应该我是主要的督导者 那造成统整这样不法的行为 但蓝绿议员却对柯文哲很不满 大批封建制度重现 市长应该先下罪己诏 市长说连坐法有点荒谬 连坐法那要不要诸九族 连市长自己要不要也请此负责 柯文哲你自己也应该被连坐吧 功劳自己懒 责任别人当 我们的责任就是说 我们要去督导他完成 我们欢迎总统副总统以及陈秘书长 电梯摊涂案这把火越烧越大 一度传出总统府的电梯检验数据 也遭业者造假 让北市府颇速澄清 强调总统府中央电梯 108年7月检测出零件缺失 保养厂商立即改善完毕 复查合格 总统府也发声明 已经请机械技师工会检查 总统安全没问题 但柯文哲的连坐惩罚 却先引发争议成为焦点 接着我们讲林家荣 台湾报道